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分析一下2021年第17個星期美加的經濟數據 市場方面其實沒有什麼升跌 仍然在一個高位徘徊 但又未至於去到鋁創新高的地步 無論股市、油價、債市都呈現同樣的處境 金價是獨潮水 但也輕微下跌0.5% 到1,767美元一桶的稅位 總之就是沒有什麼升跌 有趣的,為什麼呢? 因為GDP是理想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會爆升 但似乎一早已經消化了這些 再加上其實真的太高了 美加經濟最為人觸目的就是GDP的數據出爐 但其實還有其他數據都好看 美國的Initial Jobless Claim 在553,000宗 維持了三個星期都是徘徊在這個水位 這是一個好事 因為之前一處徘徊在70萬宗以上 反映了美國的疫情是理常 同一時間很多的州份都放寬了禁止措施 不過是否真的完全沒有隱憂呢? 你看回巴西或者很可憐的印度 今早起床的時候新增確診 創新高超過40萬 單日 有很多人來講 是否印度的醫療措施差一些 但是他出了疫苗 他不是發明的 另外就是他疫苗的注射速率 不是很理想 但是其實是跟加拿大一樣 不能說差 但不是說真的沒有 另一方面 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貧窮 不是衛生 不是知識 各方面 而是那個禁止措施 是禁止得太早 禁止得太早 然後就馬上來大選 你可以說是因為政治理由的失策 另外就是很多宗教的崇拜活動 宗教的大節日 結果現在就一百不可收拾 甚至似乎很多估計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看回譬如安省也是 又是release之後 之後又糟糕了 本來跌回到千多宗 跟著之後又上回四千多宗 現在又超級lockdown之後 又跌回到三千多宗 如果美國又是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又有事呢 希望不會 但是昔蒙以待 似乎那種病毒 對於天氣 以前說熱一點 他又會負責 現在他可能都適應了 怕熱的程度 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熱沒有所謂 真是可憐 如果那個病毒是在人體的話 周圍都是冷氣的時候 你外面熱 誰在意 對於是 這些都是我一些不認識 整個病毒 各方面的色調鐵 的一些猜想 美國三月的 personnel income 因為 派錢1400元 入委委 很開心地 所以就爆升了21.1% 按月 而Personal spending 都升了3.6% 按月 這個當然不會維持 下個月又可能會跌下來 但是怎麼算都好 GDP第一季 是帥哥的 就升了6.4% 稍為好的預期 因為其實 好預期是很好 所以是 Better than expected expectation 當中 consumption 又好 又或者是 Resident investment 和 Non-Resident fixed investment 或者是 Intelligent Property 這些全部都升了 介乎 9% 至11% 之間 非常靚仔 雖然 Service consumption 都仍然是 比Pandemic 之前 低6% 但 On the other hand Dual Bell Goods 變態地高 41.4% 的升幅 比起 安年 加拿大 有類似的情況 GDP 在2月出的 0.7% 但是 Statistic Canada 估計 3月 都仍然會有 0.4% 升幅 但是 估計 3月 都會繼續 有0.9% 的升幅 如果是這樣的 時候 即是說 第一季 那個升幅 就會有 6.6%的升幅 哪怕 比起Pandemic 之前 都是 輕微下跌 1% 都好 這是非常 非常 理想的 以至 無論是 聯儲局 又或者 加拿大的 Bank of Canada 都會覺得 2021年 甚至乎 2022年的 經濟增長 會比原先的預期更好 以至到 美國 說得比較曖昧 一直以來 由2008年開始 都已經 不會實在 說很多 只會出口術 加拿大 Honeless 說 估計 Recovery 就 原定 是 2023年 現在 可能 可能 2022年的 下半年 就已經可以成功 希望 那時候 就可以 加息 但 縮表 進程 也多了 少了一個Billion 一個星期 變成 兩化寬中 每個星期 買債 三個Billion 這些 似乎 都是一些健康的數據 但 有一個網友 其實都是 同一個 經濟 分析 各方面 股要 都說得很好的 他就說 這件事 其實他有個 關心 當中 原因是因為 你看到 如果 賺錢 是 上升 現在 上升 但 不要計 派錢 充起 仍然 有個 階後 再不要計 這裏 不要說 但 仍然 在一個 相對高位 似乎 沒有 去 之前 2019年 那種變態地 低的 狀態 變態地 強勁 狀態 如果 這樣 其實 很明顯 央行 或是 聯儲局 都 兩年後 已回復 以至 經濟 可以 但 如果 短期 收窄 將來 會否有 關心 加息後 減回 絕對 有 這個 關心 尤其是 我們之前 都有說過 假如 unemployment 的數字 有一個 出現 即使 無論是 拜登政府 又或者 杜魯多政府 都好 大力 丟了很多 在daycare 那裏 鼓勵一些 父母 有 B的 都能夠 再重新出去 去做就業 但問題 就是 外面沒有那麼多工 給你的時候 你也是就業不到 你 daycare 你做什麼 daycare 你派些錢 始終津貼 不是完全免費 最後 我如果要 臭小子 在家裡 是省過我在外面 去daycare 假如 我是否都沒有工作 這個 就是一個問題 再加上 就是 另一個 其實很大的 concern 除了 剛才說到 疫情和疫苗之間 那個 微妙關係 和你 那個 lockdown措施 各方面 會不會 復反 那些事情 就是 你現在 那個 那個 經濟的 趨局 某程度上 是因為 政府大灑幣 狂派錢 用 政府 花費 去 剛才讀完 那些 macco economics 那些 re-emphasize 那些 各方面 這個的確 是可以做到的 但你始終 你長期 這樣 去 便面臨 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你可以刺激到 但是 你其實 是會 有一個 cloud out effect 令到 私人企業 可能 會因為 你這樣做 就 押了 那些 這樣 他的 投資 可能 就沒有 本身 政府 不干預 那麼多 市場 的發展 那麼大 同一時間 也會 變相影響了 那個 網友 關於 的 那些 可能 因為 政府 費用 而 令到 不可能 進一步 收窄 或者沒有這麼快 收窄到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政府費用 最後要 結束 好像 拜登 已經出了 這個 會由 21% 至少 加到 25% 甚至28% 在公司上 向富人開稅 而 杜魯多政府 其實也有 一些 措施 只不過 暫時 沒有影響到 大部分 普羅大眾 除非 你買一架超貴的 Tesla 他徵收的 飲花稅 會加大 或者 對企業 收的 Digital Tax 各方面 似乎 還未燒到 近身 但是遲早 因為 他的預算 說到 他2026年 才叫 Devance 退回 Pandemic 那些水平 我頂你 繼續花錢 你花錢 你可以 debate 究竟 是正確的 是否正確 各方面 之前也有分析過 但是 始終 在 the end of the case 是要有人來 去賺錢 到你加稅 的時候 就會影響經濟 跌下去 或者 如果有些人 是比較理性 少少 不只是看眼前 雖然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時候 就會 會 遲些要加稅 既然是這樣 就想 為何要這樣 現在奉錢 因為你賺錢 沒有關係 我拿著錢 算 甚至乎 這件事 去到不久的將來 或者是 some point in time 不要是不久 那時候 又會影響 好像網友說 樓市 和股市 又會跟隨 未必是暴跌 但是 至少 增長 是差點 的時候 就會有所調整 我們看到 其實當 這個加拿大 說出口術 Potential 會加快加息 的補伐 而真正 來講 Mortgage Way 開始 自己 internally 各方面 都已經 沒有之前 那麼變態 地 再加上 就是 這個 辣椒出台 6月會開始 那麼這些都 令到真是很明顯 4月那個市 幾日之後 才知道那些資料 但是 這個感受上面 樓市 已經是 降溫了些 沒有那麼像熱 which is a good thing 但是如果 調整得過龍的時候 又是一個 bad thing 那麼這些都是 需要來到去 concern 也是 暫時來說 我們要繼續 息龍以待 那麼再短期 就看回第二季 那麼疫情 會不會差一點 就是那些數字 compare to 就是上年第二季 當然帥哥 又是上年第二季 變態地差 但是compare to pandemic 是不是真的有所改善 這些都是一些 值得思考的問題 OK 這樣講到這個 其他那些股票的數字 這樣 CN Huawei 因為呢 因為呢 和這個 CP Huawei 一起搶椅子 搶買這個 KCS 那個股票 以至到呢 大家一起回調 CN Huawei 去到132元 可能都算OK吸引的價錢 如果跌破130的話 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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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公司來講 它呢 就是美國南部 一直延伸到墨西哥 對於 CP的商業 來說呢 是有一個協同效應 還有呢 令到它 是有一個 海山圖的延伸 但是對CN Huawei 來講 就是一個 相對地重疊 如果是一個 太高的價錢 未必是 好處 所以 為什麼它的股價會 回調呢 當它宣佈說 搶 這個收購的時候 之前說過 約70 應該要扔 這樣部分 現在又跌到68 但是呢 它在5月頭 就會出業績 看看它 是否好看 如果是OK的話 可能有 有望有上70 畢竟 我始終覺得 它是值72元 然後 Tag股 宣佈了很多業績 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Intel 出業績之後 又跌回到67 68 究竟值不值得 這隻比較 舊少少的Tag股 再加上 這個無音 跌回到21 這個位 跟大家 接下來 又分析一下 值不值得 Unilever 要看一看 上回59 之前 55 以下 的時候 不斷來撥行 都會有少少少斬莫 應該 這個 Philip66 出業績 其實是虧錢的 但是 這個也是很期望的 所以 昨天 昨天 其實跌了 我的日子 現在不知為何 弄得很差 真是 混亂了 不需要理日子 那 上回81 之前 75 76 是一個 好的機會 現在比較弱 因為 我自己對 估值 800 左右 有機會分析一下 變相 沒什麼肉食 騰訊 都可以值得去留意 79 我仍然都覺得 它是會爆發更多 這些 是我自己在研究中 或者參考中的一些數字 希望可以幫到你 但是 仍然建議你自己 來做很多的研究 來做更多的 所以 你自己做 你自己的 投資 不要跟隨我 這些 有些大頭盔的勸語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Billy巴拿托